沙烏地一名致力推动解除妇女开车禁令的女权运动领袖 新奇被判处了5年又10个月的徒刑 理由是违反了反恐法 这个消息出人权团体痛批 这是沙国人权的倒退 贾鼠也表示 哈斯洛尔在狱中遭到了刑求 将会提起上诉 沙烏地阿拉伯在2018年的6月24号 终于取消禁止妇女开车的禁令 但却不肯释放致力争取这项权益的女权运动人士 其中已经被关押两年多 现年31岁的哈斯洛尔 星期一被一反反反法 判处5年10个月的徒刑 其中2年10个月可以缓刑 虽然计算下来哈斯洛尔明年3月将可获释 但人权团体仍然难以接受 加述表示 当哈斯洛尔得知被当成恐怖分子判刑 他忍不住哭了 根据沙烏地国营媒体的报道 哈斯洛尔涉嫌犯下勾结境外势力 意图颠覆政权 破坏公共秩序等罪名 可在30天内提出上诉 家属则指控 哈斯洛尔未经审判就已被关押将近三年 期间他曾在狱中绝食抗疫 还曾遭受性骚 施虐和刑求 手段包括边刑 电击和水刑 人权团体痛批 沙烏地政府近来致力营造改革形象 准许妇女开车 松绑女性监护制度等等 但另一方面仍旧犯下种种违反人权的罪行 实质上等于进一步倒退十步 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曾为释放哈斯洛尔等人请命 而即将上台的美国新领导人拜登 十分关切沙烏地的人权状况 他即将任命的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推特对哈斯洛尔被判刑一事表示谴责 公事新闻曾惠敏编译 国安顾管制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